打火车的民众要注意了 台铁宣布从7月开始到12月中旬 将分为三个阶段要改时间了 总共有424个班次都将受到影响 很多旅客就抱怨 台铁的班时刻表改来改去 从头到尾只有5点从来没改过 半年就改点三次 简直是扰民 台铁拥有改点以往多半一年一大改 这回半年改三次将分三阶段 总共影响424个班次 第一阶段7月14号调整162个班车 包括暑假通勤需求减少 取消了15班通勤列车 还有南科站通车增加了80个班次 第二阶段8月18号 因为新左营吊车厂启用 调整32班车 12月中旬第三阶段 因为有基隆站改站 调整北部通勤电车130个班次 加上沙轮支线通车 总共有230班受到影响 我觉得他们改点品质没有更好 污点的频率反而更高 我希望就是下午 下午南下的那种班次 就是可以再多增加一点 改来改去民众不哒哒 也有旅客抱怨台铁不尊重消费者 全世界的一个铁路运输 尤其是这个轨道运输 多次会定期 来做一些时刻的一个调整 但是台铁改点改的太平凡 已经到了扰民的地步 连时刻表都很难重印 因为硬了又要再改 民众只得上网查询 正确的发车时间